Yeah 另類角度 犀利對談 讓您新聞能量滿載 請聽 POP搶先報 各位聽眾午安 歡迎各位收聽POP RADIO POP搶先報節目 我是主持人朱學恆 各位聽眾朋友 可以透過我們的App收聽 或是透過YouTube直播 來觀看我們節目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官方頻道 917 POP RADIO 那今天的來賓呢 是最近剛出了一本新書叫做 這個字要念獨處還是獨處 獨處 獨處嘛 因為我們現在現場來賓是社團法人 中華趕路的燕全人關懷協會的執行長 劉浩劉執行長 先跟大家打個招呼吧 各位聽眾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劉執行長我們可以先問一下 當初成立這個協會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先稍稍說明一下 因為本人跟本節目其實很關切 在台灣毒品氾濫所造成的影響 因為往往一個人受到影響 之後他整個家庭就被拖下去了 那所以整個社會如果不能夠正視 毒品的影響 你持續把它關在陰暗的角落 或者是覺得算這些人就廢了 那你遲早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請這個劉浩執行長來 就希望跟他聊一聊 目前 呃協會在運作的方式大概是怎麼樣運作 然後如果要求助的話 可以怎麼跟他們聯絡 還有這本書的內容 我們先從執行長當初為什麼要成立這樣子的基金會 開始了解 呃這樣子的協會開始了解吧 呃我在2001年的時候 呃我的個人的信仰 或者是我的工作事業 還有我的家庭的婚姻生活關係 嗯 就同時在那個時間點 嗯遭遇到瓶頸啊 是 那麼我回歸到我的信仰的一些的訓練 然後重新再省思 嗯 下個階段人生要怎麼走 嗯啊我負債我賠了手上的現金資產 大概五千萬 嗯 然後又負債了三千萬 嗯 總共搞掉了七八千萬 嗯 那個情況之下呢 呃我在做這個過渡的時候 嗯 我的信仰裡面有一些元素 呃我拿起吉他來唱歌 嗯 我一唱唱半個鐘頭一個鐘頭 嗯 就唱出了方向了 嗯 就說呃有那麼一個 我在高中的時候呢 就帶兒童主日學 嗯 然後我就帶孩子們唱過一首歌 嗯 迷失的羊你竟在那裡 慈愛天佛正在尋找你啊 那這首歌的 這個典故是在聖經裡面的 路加福音十五章 嗯 耶穌講的一個比喻說 一百隻羊那中缺了一隻 嗯 牧人就必須要撇下那九十九隻 去找那一隻迷失的羊 是 這個想法其實 其實有一點奇怪 嗯 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說九十九隻羊 顧好就好 嗯 那一隻跑掉就跑掉了 嗯 幹嘛去找他呢 對 法家的概念可能就是 嗯 要想辦法 把那一隻羊 以後有機會再處理 但我先把九十九隻羊 造的 就好 對這應該是主流的想法 嗯 但是耶穌這樣講 我其實唱一唱 我忽然唱出了一個想法 嗯 耶穌之所以這樣講呢 他在表達說 這個一百隻羊那一隻呢 缺的那一隻很重要 嗯 因為他很像是蹄房的裂縫 嗯 他就是一個家庭的破口 是 或者他是一個社會的破口 嗯 所以填補社會圓融缺口的理念 嗯 就成為我們協會的宗旨 诶 但等等我想要問一下 因為呃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 如果欠了八千萬 或是我剛搞掉八千萬 我一定要先以還債為目標 沒有辦法 馬上就覺得 那我可以扛起更多的責任 這個轉折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第一個就是在心態上 我已經疲累不堪 嗯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在所謂的還債 或東東東三債起 嗯 我當時只是一個動念是說 我要怎麼樣繼續負我人生的責任 嗯 因為我有兩個孩子 當時一個小學三年級 是一個只有三歲 嗯 嗯 啊那麼我的太太呢 也因為某一些原因 嗯 剛剛跟我也有關係 嗯 她病發憂鬱症 而且非常嚴重 那一下子就有三個家人要協助了 是嗯 所以我的想法只是說 我怎麼樣運用我自己在這個時刻 能夠做一些繼續負責任的角色扮演的事情 嗯 然後我又對我的信仰能夠呃應用在我的生活裡面 所以我就從這個方向去摸索 嗯 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我自己思維裡面的元素 這有時候呢就是外面從天上掉下來的想法 嗯 叫異想天開 嗯 那真是異想天開 所有的人都有諸仙同樣的問題 甚至我也自己問我這樣的問題 嗯 但是有時候他不太講道理 嗯 那我只想說這個方式可以活下去 嗯 我可以繼續為人父為人父 嗯 負我的責任 嗯 我當時就這麼一點想法 嗯 繼續能夠活下去而已 那為了繼續能夠活下去 要成立協會 這個協會一開始的時候有沒有遭遇什麼困難 當然第一個就是活下去 就有產品有人嫁住茶的事情 是要吃飯了 是啊 所以呃我就開始有這個想法 那其實2001年有這個想法 2003年才創辦 嗯 中間這兩年的時間 我不斷的在傳講 嗯 我的理念跟我的想法 是 那也得到了一些朋友 或者是教友的認同 嗯 那麼我們就開始嘗試著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嗯 呃不破口到底從哪裡切入 其實也要摸索 對 我想過很多的方式 但是都沒行得通 嗯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一個電話 是士林 公保會 士林地檢署的更生保護會打電話來說 嗯 聽說劉仙你要辦一個中途之家 嗯 我才把中途之家這個詞 跟我的補破口的理念貫穿在一起 嗯 但他們怎麼會覺得你要辦一個中途之家 因為可能就是在傳講這個事情的歷程當中 他聽到了這樣的一個想法的時候 他把它轉化成為說 嗯 中途之家的模式裡面 後來就有一些從建議出來 暫時沒有地方去的朋友去到我們家 嗯 我們就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住一起工作一起 學習 嗯 也總總括說來呢就是一起脫困 嗯 因為我也不是扮演什麼流言外的角色 嗯 我也是需要大家一起生活來彼此幫補 然後一起脫困 這就是我當時跟這些來的更生弟兄們 所表達的想法 嗯 那麼這些人可能是強到切到詐欺 嗯 各種違反不同的這個刑事的這些暗游 嗯 可是呢當時我發現這些刑事暗游的背後跟毒品間接發生關係 嗯 所以我其實是糊裡糊塗做了戒毒 嗯 所以一開始其實只是接納更生人 對 然後讓他有一個短期可以待的地方 對 然後呃最後他還是要復歸社會 是 那但是怎麼樣子的 連結 因為我們自己在社會上跑 或是跑久了這個 反毒的活動或是工業活動 你大概就知道那個連結 可是我們聽眾可能不知道 對 這個要請執行長稍稍跟大家說明一下 怎麼會呃毒品在這邊 然後這些人最後走上了詐欺走上了竊道走上了搶劫 他之間是怎麼連結 比方說我們早期有接待到一個從監獄出來的弟兄啊 其實他是原住民 對 然後在台東長大的 他也是這個我們所說的所謂的主內弟兄啊 原來也有信仰的 也是有信仰的 然後他的父親甚至也是地方上教會的長老 嗯 那他就是因為毒品的緣故 然後產生了這個竊道的 嗯嗯 這一個刑案 欸但這個部分我們要插下嘴 以他所處的環境喔 照說是相對比較單純 然後家教也很嚴謹 本身也有信仰 是什麼樣的管道或是什麼樣的過程上 像連他也淪陷到毒品的網羅之中 對朱先問到重點啊 我們一般認為毒品好像跟我們家孩子不會發生關係 嗯 因為你總是父母親總是很有自信 對啊 認為說我的家教很好 嗯啊我的孩子是不不可能去 嗯 是不是去測去去測毒啊 嗯 可是呢往往父母親都是最後才知道 嗯 所以我們等一下廣告之後回來再跟劉子欣講 在細聊剛才提到這個個案喔 因為是在一個看起來很單純的環境下 還是會有破口讓他們接觸到毒品之後 可能就變成一個負面的這個複向螺旋 就一直往下 但要怎麼中斷這件事情 我們大家再來請教劉執行長 先見廣告休息一下待會 好的 歡迎各位聽眾回到popradiopop搶先報的節目 我是主持人朱學衡 今天的來賓呢 是獨處的作者劉浩 那他也是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宴全人關懷協會的執行長 剛才最後廣告前我們提到了一個個案啊 在呃東部的一位原住民他其實年紀並不大 那他家裡也有完整的信仰 爸爸也是社會地位很高 但他接觸到了毒品 然後呢 OK所以這一個弟兄呢 第一個他的性格上面 嗯 個人的自我形象並不好 嗯 那原因是因為他的家裡面他排行是老妖 嗯 然後他的姐姐哥哥呢 從小呢成績都非常優異 啊 所以他在家裡面呢 他就扮演一個好像是一個多餘的人 嗯 都被拿來比較 又不贏 而且永遠被比下去 嗯 那他的自我形象就從原生家庭開始就很差 嗯 然後相對的就是呃父親的社會地位 嗯 跟對孩子的期許特別的高 嗯 所以當然也就在他的這個環生活環境裡面啊 就產生了更大的一加成的壓力 是 再加上個人的性格 嗯 他的性格又是屬於那一種 比較多一點點的那一種敏銳的情感 敏銳多感 比較sensitive 啊 然後又又有一些啊 這個這個叫做呃理性的不夠充實 嗯 所以很多事情他沒辦法分析 哦他比較感性一點 對 嗯 所以就這麼一個人 嗯 那很善良 如果好好的發展應該是一個藝術家啊 有可能啊 嗯 就是說很這個個案呢 基本上有這樣的一個 原生家庭的人際關係結構 嗯 就足以讓他面對很多的心理障礙 是好 所以當他呃在這個國中的時候 嗯 他國中後來畢業業就沒有再繼續升學 嗯 那呃在國中的時候就認識了一些朋友 嗯 是啊那你不要認為說台東鄉下這種地方 就不會有毒品 嗯啊他這個很多時候 然後這個毒品到了這個村子裡面 他就是一串一串 就全面擴散 哎他就是一下子就是一串的 因為他們的這個呃村莊裡面呢 這些人的關係是很緊密的 哎是比台北這些地方要緊密太多了 是啊是啊 而且同才都用我也用 我融入了這個團體 是他覺得他在這個同才的群體當中 嗯有了一個被歸屬的接納啊 嗯 他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感覺 嗯啊等於說好像他家裡面的失落 如果在同才的關係中找到了 哎但等等 這個時候我就要追問了 嗯到目前為止對他都是正向的方向 但有個問題啊 人家要不是做公益啊給你毒品給你用毒 要錢啊 這錢哪裡來 對啊後來變成就是那剛開始可能都是 一兩次就是釣釣魚吧 哎大家好好玩一玩 大家好朋友啊 我們就是講交情啊 講錢俗氣了 哎這麼這麼一個說法 但是呢他用上了以後他覺得哇 這個東西這麼好用 他自然就會產生興趣啊 那他就想辦法東弄西弄啊 父母心就是拐東拐西拐啊 這個是剛開始 到後來啊 他辦案被捕 其實不是因為毒品 他把他的這個街上的 他家裡面住的這個街子 街道的這一些的水溝蓋啊 都把他掀起來去賣掉 就當這個廢鐵賣了 就這麼去湊錢 像他力氣還蠻大的 是啊 就你要我先我還先不動 是啊 身高差不多178公分啊 是很體重大概八九十公斤啊 很壯的一個 是啊 就是就是這樣子 就就處罰 然後盜竊公務嘛 是那他雖然他的刑事案由是竊盜 可是呢他的背後的成因 卻是因為毒品的緣故 所以這樣的案子到現在為止 法務部的統計是 直接間接 跟毒品發生關係的刑案 其實有90% 而且他要復歸社會的難度 就在於你的心理 跟對毒品的影還存在 你斷絕了 就算好你以後不偷了 那但是你那個影還在 他遲早還會想到別的方法 再去弄到錢 然後再去弄到毒品 然後又會犯別的罪 對而且越搞越大 那這樣怎麼辦 因為你毒品一定一直累積嘛 那同樣錢能買到的 影會越來越不夠的時候 這一個個案 你後來怎麼想辦法協助他 我想我們在感度的業 我們從開始這樣子切入 糊裡糊塗做了戒毒的過程當中 也不斷的在學習跟成長 那目前為止我們的工作有三個方面 我先把工作結構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方面就是戒制的工作 但是戒制工作這一端是最消極的 這一端也是成本很高的 而且他的果效也是相對比較看不到的 但是不做又不行的 那麼我們就在進行 03年創辦到了08年的時候 我們覺得不能只是停止在戒制 所以我08年開始正式的投入防治的工作 就是反途教育的這個系列開始進行 那這個部分我想追問一下 因為如果要戒制的話 應該要有一個實體的位置 不管是農場或是教會或者是宿舍 這個地方是在哪裡 我們是在北投小坪鼎 那個附近 我以前在那附近當兵 我在關渡那邊當兵 關渡師 OK 那我們是在小坪鼎這一頭 你那個是關渡 在另外另外一頭 對 那這個我們的開始的時候創辦 就是我們在講 做這樣的一個社會性的服務工作 然後我其實因為我過去我做過生意 所以我會有一點點定位的觀念 就是我怎麼樣去自我定位我的工作 對 我這個服務的性質 我在定位的時候 我就會知道說 我們現在所服務的對象 社會觀感並不太好 所以大概不會有什麼捐款 我們就得要想辦法自己自主 所以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是從打零工開始的 後來我們因為坐落的環境很好 有很好的風景 所以就有人就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煮咖啡煮飯 我太太很會搞這些 那我們就來帶朋友來吃飯 然後就買單 後來我們就成立了開了餐廳 然後就成為庇護性的餐廳 那麼就這麼運作 大概有大概十年 十一年 我們餐廳前後開了十一年 那一直到2017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最高的時候開到四家餐廳 可是餐飲業在台灣其實水是很深的 我們也就面對面臨了在經營上的一些 技術性的問題 經營策略上的問題 管理上的問題各方面 所以我們也承認我們不是專業的餐飲人 我們就退場 退場以後又回到了 從介制到防治這兩端的會晤 本來我們還有一端是跟勞動部有合作的 做賠利計劃 做多元就業方案 但這個部分沒有了以後 我們現在就是堅守這兩端的工作 一個是介制 一個是防治 那最近又開始建立一個在接觸到 這麼多的這一些的兒少 我們在做防治的時候 是到學校去巡迴嘛 那做兒少的這個服務過程當中 就有很多的關心學生狀況的老師 就會來找我們的這些講師 請求幫忙 請求幫助 就幫助什麼呢 不是涉毒的問題 也不是什麼其他問題 而是這個孩子現在是高危險狀態 譬如說他的父母親是吸毒者 那這個孩子現在就已經產生了一些 高危險的一些的狀況 也許他還沒用 還沒有 就站在懸崖一邊 可能就快要掉下去了 要怎麼接他 或是把他往後拉 這個就變成很高難度的東西 但我們先進廣告 等一下回來再請教執行長 因為這種往往站在邊緣的人 要幫忙 他自己是不是覺得需要 那就是我們如果說 這個毒癮是一種病 他有沒有病逝感 那不然你硬是幫忙他 也沒有用 他不覺得需要 那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本身很有技巧很有挑戰 我們先見廣告 休息一下 待會兒 好的歡迎各位回到 POP Radio POP搶先報 節目現場 今天的來賓是 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燕 全任關懷協會的執行長劉浩 那劉浩執行長過去投入 反讀跟這個毒癮戒制 甚至之前還包含了 協助毒癮者重返社會 讓他獲得工作的這個 種種的公益活動 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剛才我們在廣告前 其實提到 當現在在做毒品防治工作的時候 要進校園 那校園很多老師就會找這個 執行長問說 欸怎麼辦你們來這邊做尋獎 但我們有高危險度的學生 那能怎麼幫他呢 因為尋獎講完人就走了啊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我今天永遠留在你身後 或者我變成你的保姆 那老師提出這個要求 理所當然 那劉浩執行長 要怎麼解決他們這個問題 OK我們在歷年來 透過戒制工作 然後延伸出 關心到這些個案的家屬 是家屬他其實也有孩子 嗯啊 那也就接觸了這麼一個 呃工作的累積的經驗當中呢 又帶出了反讀教育 嗯同時過程當中 我們也有一些特定的區域 比方說我們在開餐廳的時候 是我們餐廳附近座落在那個方圓 也許三公里五公里之內的一些的 呃國中 是我們其實都有去進行高關懷的一些課程 哦協助輔導 對對對 就是跟輔導老師來合作啊 那這些都是過去的經驗 那這些經驗其實讓我們對這些孩子呢 在進行輔導的時候 有不同的風格 嗯啊 第一個當然這些從事陪伴跟輔導的這些老師 嗯啊 所謂的講師或老師 都是我們自己培育出來的過來人 是 就是他本身過去就是跟他們這樣子過程 呃一樣的過程長大 自己有經歷過 對也經歷過 並且呃 你說呃黑幫文化或者什麼 他們也都有涉獵 嗯啊 那毒品就怎麼來怎麼去 他們也清楚 所以呃對話的時候就直接 嗯啊 所以我我就這樣子說吧 那是一種平等對話的模式 是啊 那麼其實呃 體制的教育輔導系統 跟這個孩子們之間最大的gap 嗯就是對話模式不同 哎不一樣 畢竟是師長 對 那現在我們這些弟兄呢 就有一個特殊的position 啊能夠跟這些孩子能夠 呃侃侃而談 孩子也很願意 所以到一個地步就是 呃我們的餐廳每一個禮拜 嗯啊開放給他們有一次的聚會 嗯並且呢提供餐飲 是啊 然後我們的這些過來人的老師呢 就帶著他們啊 在進行這些課程 嗯啊 那這些課程其實也不不複雜 就是拿一本書來讀 嗯 讀完以後你講五分鐘 他分享三分鐘 是啊 大家回應然後吃一餐飯回家 嗯 就這樣子陪陪出了這個一些的孩子 陪了三年陪了四年 國中畢業 逼了業以後去上班 上班的時候呢 這個遲到了 老闆找不到人 還會打電話來給我們這些弟兄 把他當家長一樣的 那這一個過程呢 是累積出來現在面對我們這個新的 嗯 所謂的二手讀小孩的關懷 嗯 的這個專案工作呢 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嗯 所以現在我們的運作策略是在全台灣呢 定了十個縣市 嗯 作為我們鎖定服務這個族群的目標縣市 是那原因是因為我們經過了這個專案的這些的執行 過反讀教育的專案執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去到了五百多個學校 嗯 我們已經接觸到了這個十萬多個以上的孩子 跟我們進行反讀教育課程的互動 是啊所以呢 所以呢這一個基礎就過濾出了有十個縣市呢 對於這個議題是特別啊 的給力的 嗯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為目標 並且進行每一個縣市呢 在進行各案的開始有各案的這個開案的動作 然後也並且呢在每一個縣市呢 會設定一個工作站 工作站不會是我們協會自己去設立 對我們會找當地的教會 嗯 嗯 教會的系統成為我們協會這個單向工作的工作站 對 所以我們目前的工作的結構就是三個部分 嗯 藉智 對 然後呢未染毒的兒哨的防治 還有高危險群的要引家庭兒童成員的服務 對 那其實呃 反讀或者是藉智跟剛剛講的協助這高危險群的這些年輕人 他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停歇的毛雨頓的戰爭啊 是 那頓進步了我們保護他們協助他們方法進步了 嗯 毛也跟著進步 那毛就是新興毒品毒販的技巧 那我最近也在接觸新興毒品的防治喔 因為新興毒品像是有一些呃單純就改變化學式的 嗯或者是單純把原來的安非他命滲到呃軟糖果凍或是煤定或是咖啡包裡面 對那他就變成一個滲透性更高 嗯 然後甚至他的致死率更高 因為嗯 根本沒有臨床實驗嘛 這些哪會拿來做什麼哎呀 這測試一下有沒有後遺症 對 那不管那這些武器的進步喔 是不是對你們的工作也造成了一些挑戰 當然這個是全面對整個社會包含政府各個部門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嗯那麼對我們來講呢我們其實馬上面臨到的是什麼呢 我們面臨到的是所謂的您剛剛所提到的這一這一些藥物的不同的形式 嗯形成的一些食品化的趨勢 然後並且呢他其實統稱呢他有的變成說好像譬如說現在最暢銷的叫做梅子片嘛 哎是啊等等啊 還有小惡魔咖啡一包對啊對等等啊 LSD的郵票啊什麼等等的 那這些東西我們統稱NPS 嗯啊New Cycle Active Substances 那這個聯合國毒品噴的辦公室呢針對NPS的市場調查有有給到幾個數據啊 2011年開始一直到2017年都還有update的數據 18年好像最多市場上流通的品項已經到800多種是 好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我們要看的就是說延伸到市場的反應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去做NPS表示什麼 表示他的市場很大 是 那這個市場很大 那市場市場很大的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客戶群很有實力 嗯 那客戶群是誰 嗯 孩子 是 客戶群是孩子 嗯 然後市場很大就不斷的推陳出新 嗯 在我們這一端當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嗯但是在我們這一端馬上面臨到的是什麼問題呢 嗯 就是個案來的時候年輕化 嗯 並且是NPS的使用者 嗯 然後他的毒品的反應 之後 嗯就是因為用藥之後產生的腦部的這些 嗯 動畫 或者是各種損傷的情況 還有所所謂的精神官能併發的情況 幻覺 什麼思覺失調的情況 這些情況 跟海洛因跟安非他命跟什麼大麻跟酒精 這些東西是截然不同的 嗯 所以這些東西很可怕 所以我們最近接觸到一個案 他就是這樣的問題 嗯就產生思覺失調的這樣的症狀 然後呢 他就是再加上當然有一些心理因素 個人的自我形象各種性 原生家庭帶來的這孩子的個性等等都有都有 所以毒品在每一樣毒品在不同的人身上 會帶出多樣的反應是 那這個個案就讓我們很頭痛的是說 嗯 譬如說 弟兄接待他 大家接待他很很想幫助他 很想陪伴他 因為是過來人嘛 好那我們的同儕 的服務是做的很周全的 嗯那這些他來來了以後 他隔了三天五天一個禮拜 怎麼這個人他的原子筆的筆心 會被人家抽起來 嗯然後那個人呢 他的橡皮擦呢會被剪成一半 嗯然後呢一下子呢 他的什麼洗髮精不見了 嗯一下子呢 他的什麼東西什麼床頭上會有一口痰 嗯什麼等等的 搞那邊都是他搞的 嗯 就他的攻擊性 他就是一直就是在暗地裡 就就譬如說今天我跟某某人 呃在對話的時候 我有一句話我覺得我受傷了 不滿意 不滿意了 他不會跟你做言語上的衝突 完全不溝通 完全也不溝通 完全也讓你看不出來 嗯他就去私底下進行這些動作來報復 嗯到後來動作越來越大 嗯到後來到後來他們不會針對個人了 嗯到後來他就是破壞公務 嗯那我就心想他再搞下去可能搞到鄰居了 對沒辦法只好請他 嗯把他送到呃療養院去 然後請醫師按著 因為他原來的就是療養院 他可能身心裡都有創傷 對 其實很多個案 他已經併發出來的精神官人的問題 是我們沒有辦法服務的 對因為我們這樣講坦白的心靈毒品麻煩 就麻煩在先例太少 他可能今天出來一個新的混合藥物 後天出來一個新的化學試 我們剛講他沒有臨床資料 所以他的臨床就是在這些消費者身上試 試到最後出來的新狀況是你去查藥點 或是你去醫生說過去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也都沒有 嗯那這樣子造成的麻煩 就是他既難查又難定罪 然後後續的後遺症又更多 甚至致死率更高 我們等一下先進廣告回來再討論一下 那這到底怎麼辦呢 新鮮毒品NPS就精神活性物質 如果變成新一代的毒品 他甚至罪則比海洛因要低 那你在毒品的規範上面也沒有那麼重 或者是那麼重視他的話 那難道我們接下來就束手無策嗎 我們先見廣告休息一下待會 好的歡迎各位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請來的是 讀處的作者劉浩執行長 如果各位學校想要舉辦反讀活動 或是要反讀的巡迴或講演的話 可以上網搜尋他們的協會叫做 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燕全人關懷協會 他們會有相關的服務 或至少可以為你指引出一條名路來 那我們剛前一段其實聊到新鮮毒品 原來大家就覺得就是化學是變價 然後或者是有一個新的混合方式 但現在對於你們第一線的防治戒毒跟輔導來講 已經構成了很大的挑戰嗎 是的 所以剛才我們提到了我們在這個市場上 產生的這些的個案 到了我們戒至端的時候 我們會面臨處遇的困難 那當然這個困難也同時也挑戰我們 在這個處遇功能上面的提升了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學習 沒有我講比較辛苦一點就是 以前方法現在幫不了 就出來新的我們剛講新鮮毒品 可能一般人還不知道 我隨便舉個例子 Bathing Thought 預言這個東西在之前在邁阿密 在美國也造成很多困擾是 他根本就是一種強化性的戰鬥物質 就你吃了之後 因為你完全喪失這個判斷能力 所以你會去攻擊咬人 甚至把你身邊的這個街友活活咬死 然後警方也測試過 甚至你用電擊槍 或是你用那個辣椒辣椒水噴上去 他沒有反應 他就不覺得有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新毒品麻煩的地方是在於 你根本不能預估他的處遇 或是後續到底要怎麼救 因為很有可能 他一開始就根本把你徹底毀掉 你用一次就再見 那對於像劉浩執行長這樣的工作而言 他顯然會有更大的挑戰 對的 所以在屆次端 我們也不斷的在求新求變 也不斷的在更高度的更細緻的 來服務每一個個案 這是我們現在因應的一個策略 那至於戰術這個叫戰守則還出不來 就是經驗累積的也還不夠 但是我們已經有了策略跟方向 那麼在毒品的防治工作這一方面來說 我們也只能就是有效的進行防治的課程 那麼有幸的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四年前 我們在透過這個跟以色列國家教育委員會的聯繫 所以我們取得了一個很好的工具 那這個工具是現在目前所有的這個 反讀教育的宣導 所有的形態上面最不同的 最突出的就是他每一場的宣講 都會有量化的數據來顯示 這個學校目前這個孩子涉讀率可能有多高 或者已經染讀的比例有多少等等 因為他是採取3D電影跟遙控互動 平等對話的方式來進行課程 那麼也是由我們過來人來做講師 做主持 所以呢效果非常好 有量化的數據 可以作為我們 測定反讀策略的這一些的依據 這是目前我們在反讀的教育上 防治工作上的一個方案 那麼其次我覺得有一些想法 比方說那麼多的反讀宣導的活動 但是他就僅止於活動性質 能不能教育部可以來制定反讀教育的課綱 既然你教育部現在已經有這麼多 在教改之後的奇奇怪怪的課綱 邊境108課綱嘛 是嘛 那那那你反讀教育為什麼不能夠有課綱 因為我的理念是說 你只是教教導孩子試毒 然後劇毒 那他試毒好試毒 就算是你update每一個NPS 在市場上的這個news 孩子們也都得了這個知識 但是你怎麼能保證說 當有一天這個毒品在桌上 然後他的同儕給他壓力說 試試看試試看 你教育比較好也好嗎 你俗辣的這種話出來的時候 他還能夠堅持不用 他一定要有一個認知是已經先input 在他的心思維裡面 那這個認知是我覺得教育系統應該要給的 那麼家家長要做什麼 在你的反讀教育課章裡面都要有親子工作的 這樣的一個功課 讓家長都能夠在這個反讀教育裡面 築起一道內牆 我想這個是我們覺得未來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目前來講我們在這個地這個方面的觀察出來 最起碼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孩子們能夠對於他生癌的未來 能夠有一個健康的認知 有一個期待有一個希望感 是的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下一代怎麼樣讓他看到未來 再來一個就是他能不能夠在這個學校 體制教育之外能夠學習到怎麼樣獨處 現在孩子其實沒有獨處能力 獨處的時候就是抱一個手機 在那邊玩其他的就好像沒有獨處的學習能力 第三個他能不能有效的去學習 好好的去處理人際關係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需要教育的 第四個家庭價值是什麼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主題 這些主題是學校沒教的 但是你如果現在願意來正視這些主題的重要性 而能夠給他這樣的養分 他就能夠有一天真的遇到毒品在桌上 他有能力可以拒絕 對他的盔甲就足夠厚 不會輕易被打穿 所以在這樣子狀況之下 接下來我們也利用這個節目 對大家宣傳一下 如果今天是學校 我希望能夠邀請協會來為我們做這個宣導 或是舉辦相關活動 因為剛提到的包含以色列那套系統 顯然是一個封閉環境 可能就兩三百人參與 然後大家用互動按按鈕的方式來做提問 各種活動我們要怎麼詢問這個執行長這邊呢 能夠怎麼樣子協助 目前我們這個專案因為他的成本高 我們到現在為止每一個screen day 就是早上一場下午一場的情況之下 等於兩場合併 我們都還要付給以色列1400塊美金的copyright的費用 然後我們還必須要在使用這個系統執行專案的防治教育的時候呢 人事費用全省的巡迴的住宿 各方面的這些成本 所以我們一場的費用是49,000 那麼兩場就是98,000 那98,000裡面就有45,000左右是要給以色列的copyright 其他的就是我們這個協會的所有的成本人事成本等等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目前我們的模式是跟地方政府的教育局 每一個學期末的時候 決定下一個學期或學年 針對這個反讀教育的議題的預算 然後來決定場次 然後來分配學校 所以學校基本上他不會跟我們直接有業務上的接觸 家長的立場可以向學校表達這一方面的重視 學校跟教育局來提出這種所謂的版讀教育的requirement 然後我們是跟地方政府的教育局進行對話 所以不管你是家長或是學校校方 如果你想要獲得這一類的協助的話 也許要買你自己募款 你可以募到足夠多的費用來請協會協助 再不然就是你要進行遊說 你請議員或是請地方政府撥足夠多的款項 那但我相信我在這邊也呼籲如果你是企業真的有心要讓社會運作變得比較好的話 協助跟這個讓我們剛講到的協會能夠進到更多的校園 絕對是正面的狀況 所以我在這邊再複述一遍 各位如果有興趣 不管是要邀請協助或是捐款 或者是看能如何與他們合作的話 請各位上搜尋社團法人中華趕路的宴全人關懷協會 那也可以直接與劉浩執行長聯絡 那上網搜尋應該都可以查到他的聯絡方式 那今天非常感謝執行長願意來到現場 那他們今天也出了一本書叫做一鐵挽救存糧孩子們的反讀處方簽 叫讀處say no to drugs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上網購買 或直接到這個協會的網路上詢問要在哪裡買到 那今天非常謝謝劉執行長 我們希望你們的工作一切順利 謝謝祝先謝謝大家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